一天里最开心的事情之一,大概,就是看贾静雯和修杰姐两人晒娃吧,布布和波游这两个只可爱,多长大的小女孩啊,光是看着,都能让人拥有好心情。 8月5日,贾静雯再次晒出了波游吃面包的画面,并向大家道早安,祝福周末愉快,贾静雯还趁波游吃个面包好多表情,妈妈真的都很爱拍小孩,他们实在太可爱,贾静雯把波游包在怀里。 估计一岁多的波游,已经能听懂大人说的一些话,能和妈妈一起摆同步的表情包,母女俩睁着大眼睛,一起张着嘴巴,眼睛各有各的美,但是嘴型真是一模一样,就连上嘴唇的弧度走向都是相同的。 波游的优秀基因,早已赢在了起跑线上,贾静雯家的女儿穿衣打扮,向来比较中心化,这次也不例外,波游穿着一件灰色T恤,梳着又顺蒙米的短发,不知道的人说不定以为波游是一个男孩子呢,非常期待波游扎着小辫子,穿着小裙子时的淑女模样哦,波游的脸蛋,手指都肉嘟嘟的,看着就很想念。 波游双手捧着面包,放在嘴巴前,瞪着眼睛看镜头,越来越会摆拍了,看波游笑得这么开心,便知道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,这笑容让人不禁想起步步姐姐的笑容,真是密质相似,姐妹两位笑时,拥有同款大眼袋,哈哈哈哈,有趣的是波游拍了半天照,一个面包还是完整无缺的,想拿什么东西拿来就往前看。 嘴里塞的波游,如今怎么变得这么淡定了,波游大概是想睁一只眼一只眼卖萌吧,所以五官都快纠结在了一块儿,还露出了上下两排整齐的小组牙,十分可爱,能摆出个这么多的表情包。 波游真的就是一个元气少女没错了,随着年龄的增长,再加上有个机灵的步步姐姐,波游也跟着越来越俏皮,一大早起来衣服也不肯穿,躲到小帐篷里,一副大脑坐姿,撕着脖子,实在是门话了,姐妹俩有时候还会一起爬到爸爸的身上, 简直就是家里的两个小导弹,修杰姐夫妇每天早上一醒来,甚至还没睁开眼睛,就要同两个孩子斗智斗勇,既好气又好笑,乐在其中,家庭氛围好欢乐。 早上大概是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候,修杰姐也删出过带着两个女儿吃面包的画面,依次又一次挑起大家想要把姐妹俩偷回家的冲动。